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4号的大台东地防新闻 我是方家伟 今年首播的冷气团报告 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 为了关怀站无固定居住的游民和街友 台东县政府3号的晚间 由县长饶庆林和仁安基金会的同仁 夜访转运站图书馆 日光桥下等地的游民和街友 也提供了保暖的衣物和食品 协助他们渡过寒冬 县长饶庆林也呼吁大众 要共同来关怀弱势的族群 入冬以来首播大陆冷气团报道 3号晚间县长饶庆林与社会处长曹建秋 率领社会处同仁会同仁安基金会 台东平安站带着防寒衣物食物夜仿街友 蹲下身一一关怀街友余寒状况 县长饶庆林表示台东地形狭长 游民气息区域相对分散 出游社会处专职人员协助照顾街友 并结合仁安基金会平安站提供街友短情安置 寒冬庇护与公餐服务 那么今天我们到了几个点去看我们的韩式们 那也给了他们一些预寒的衣物 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冬天呢 能够保持温暖 那因为他们能够把自己的身体保持温暖 对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就希望能够给他更多的关怀 社会出判大众若发现游民露宿街头 发挥守望相助精神协助通报 或者说我们知道我们家的附近 有一些街友们在住 那请如果说需要的话 我们随时都可以到仁安基金会台东站 来给自己一个温暖的片刻 县府也将透过社会网络及转接机制 协助弱势族群及早脱困 日前台东县政府已启动游民低温关怀系列活动 12月份每周五下午 社会出钱广场将提供热食保暖物资 为游民及弱势民众送暖 仁安基金会平安站 也将于寒流期间启动低温关怀 提供预寒物资与庇护 于明年1月19日 也将办理第30届 韩式吃饱30活动 接近快过年了 那大概剩下6个礼拜 我们将会举办一个 我们第30届的 韩式吃饱30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这次活动的话 在台东厂这个部分 是预计是要办80桌 那邀请的个案的话 跟对象就是针对于 韩式啦街友 然后还有独居长辈 然后还有一些单亲妈妈 那今年比较特别 我们还有针对于 学校的一些 清函的学子的部分 做邀请的部分 那就是说 那希望大家可以在 这个部分多多地 给我们支持 那因为这次可能 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那加上这次可能选举的部分 有一些款项可能没有办法 到我们这些社服单位 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部分 多多给予给我们支持 这样子 那我们都有一个口号就是 红包500驻韩式 爱心5000任元桌 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发挥大家的爱心 然后支持我们平安站的一些运作 这样子 县长同时也提醒县民朋友 因应气温变化 做好预寒保暖措施 记者江碧任 台东市报道